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获得党内提名参选板桥东军立委 但是呢他却在网络节目中专访跟民进党合作 角逐北市大安区立委的苗博雅 虽然说国民党提名选大安区的罗志强本人是没有意见 但是他的子弟兵杨直斗之一说 叶元之在节目当中公开的为苗博雅造势 算不算是违反党禁 对此叶元之回应 自己只是隔代班主持人身处艰困选区 希望党内前辈们可以高抬跪手 虽然我跟苗博雅是不同政党 但是我们的观点还是可以一起激荡一下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叶元之 替捲进me too风波的媒体人朱凯翔 代办网络节目专访北市大安区立委参选人苗博雅 不过强哥不在现场啦 这个就是你们最近在吵这个辩论在吵什么 大安区是苗博雅跟罗志强在选 那如果说那看谁演讲辩论技巧好 那不如我跟罗志强变一场 只不过2024立委选战 在苗博雅获得民进党礼让 同选区要对决国民党的罗志强 这段访谈就让罗志强的子弟兵 台北市议员杨指斗相当不满 是不是忘记了过去 苗博雅作为民进党最黑心的侧翼之一 是怎么霸凌跟欺负国民党的 这样的人跟他同台肇事 还说自己只是一个代班主持人 其实我说实话 有些钱真的不需要赚啦 满满替罗志强打抱不平 更质疑叶元之将透过专访一搭一唱 公开为苗博雅造势 对得起国民党吗 算不算违反党纪 那他可以把我送考机会啦 我觉得不要泡口向内啦 因为我们板桥是艰困选区啦 我们其实也有一句质疑 我苗博雅一些立场啦 所以绝对不是帮他造势 叶元之回应 希望党内前辈高台贵手 自己身处艰困选区不好打 一场同框直播 意外让蓝营往内互打 接种了一米州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